九二共识30周年座谈会 26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主张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共创祖国统一的历史伟业 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汪洋指出 30年前 两岸中国人选择以对话代替对抗 以沟通化解分歧 以协商促进合作 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 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明确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 奠定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坚持九二共识 赞成一个中国原则 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发展 台湾同胞就能受益 否认九二共识 背离一个中国原则 两岸关系就会紧张动荡 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 汪洋强调 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一切有利于发展两岸关系 促进祖国统一进程的主张和努力 我们都欢迎和支持 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一些国家纵容鼓动 台独分裂势力滋事挑衅 发展下去 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 给广大台湾同胞 带来深重祸害 任何人 任何势力 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广大台湾同胞 要深刻认识 统一有好处 台独是绝路 外人靠不住的道理 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尤全主持座谈会